若没有石斑鱼的配音 周星驰就达不到如今的高度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每当谈起周星驰 大众印象中的声音总是这样的 这独特的噪音 配上他独有的无理头表演 让他在影视圈的地位无人能及 然而这声音并不是星野本人 而是制片人为达通内地市场 专门找的配音演员 这个配音演员就是石斑鱼 自电影赌价开始 他与周星驰合作了近30部影片 这让诸多大众对这个嗓音熟懒于心 可当某些人在看过周星驰的原版电影后 他们却是发出一个疑问 这低沉的嗓音 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周星驰吗 这里有一只咽屎 只要我轻轻一转 就立刻变成一只 炒了的咽屎 其实对于不懂粤语的影迷来说 若是原版电影没有字幕 根本就听不懂影片讲的是什么 更不要说该知道其中的笑点了 而基于这个疑惑 慢慢的还演变出一种声音 说什么没有石斑鱼的配音 周星驰就不会有现在的高度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早年在还没与石斑鱼合作时 周星驰就已经凭借独盛 桃球威龙 整股专家等电影 火遍全香港 甚至还一度创造了香港票房奇迹 那一时圈内甚至还流传着一句 周星驰出马必赚钱的口号 而彼时的石斑鱼 还是云云众生中的一个普通打工仔 套着独特的嗓音 给一些小太监 小罗罗等角色配音 直到遇上周星驰 这才让大众知道了 还有他这号人物 因此与其说 石斑鱼成就了周星驰 不如说周星驰给了他一个成名的机会 既然是第一次接触 表面上你要做漂亮点 我刚才做的不漂亮吗 对呀 最少也要假装 听完所有人讲话 人家腰田士还没开口说话呢 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那是不是告诉别人 你们有默契在先 这绝对是周星驰成名后 最卑微的一次 可就算如此 周星驰也还是没讨到半点好处 当时在筹拍县礼片《建国大夜》时 角色的选择 也是让导演韩三平头疼不已 因为是庆祝祖国成立60周年的县礼片 诸多影视大咖都吻风而动 纷纷致电进就出演 即使跑龙套也甘愿 周星驰就是其中之一 而他之所以如此卑微地求角色 最重要的是想给韩三平个面子 毕竟当初他得罪港权大佬 还是得益于韩三平的相助 可即便如此 周星驰这个请求 最后还是被韩三平给无情拒绝了 韩岛的理由是 人物形象过于喜剧 这毕竟是不严肃的县礼片 若是观众在观看时跳戏笑场 那可就嘎了个大嘎了 但他要是不能演 那骂人的姜文又凭什么呢 越是这样 越要干掉 懂吗 是 公开的还是没你 哎 这种他妈的事怎么能公开呢 更让他费解的是 就连葛优和奖项上的郭德高 都能在片中刻穿个角色 只得一提的是 近两百位演员零片酬出演 最后李连杰却成了最大的赢家 不仅客穿了角色 还获得了十万块的片酬 周星驰拍戏时 脾气有多差 将演员骂到痛哭 那是时有发声 因此他也被不少人 贴上了片场暴君的表情 可就是有那么一个人 周星驰从来都不敢骂 他就是将报何文辉 他既不是科班出身 也从未演过一个角色 在被周星驰发现前 他还是某个电子厂的打工仔 2000年周星驰到广州 为电影少林足球选角 听到消息的何文辉 拐穿梦想 无视身边各种嘲笑的声音 来到了周星驰的面前 看着这个气质独特 自信十足的年轻人 周星驰也是来了兴致 张口别问道 有什么特长 可在听到计算机 唱歌 电子琴等次语时 星驰忍不住就笑了 虽然这些与演戏 没半毛钱关系 但看在他那别具一格的 自信和气质的范上 周星驰还是将他牵了下来 自此他的人生 可谓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少林足球中 星驰专门给他安排了 一个唱歌的角色 也就是这个角色 让他用一条过的实力 惊艳周星驰的同时 更是狠狠打脸了 不看好他的人 之后在电影光复中 他的表演更是杀放了全场 那呆滞的眼神 和憨憨的说话腔调 不知让多少人 都忍不住笑喷了 要成为爵士高手 并非一朝一夕 除非是天生的武学奇才 但是这种人 是万中无一 很明显 我就是这种人 看来他不是 是什么物学奇才能行的